亮剑,孔杰的外号,为什么叫孔二愣子? 李云龙的身边有很多战友,比如丁伟、孔杰等人,他们都是李云龙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,对于李云龙的老战友孔杰,李云龙一直喜欢称他孔二愣子,那么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? 其实早在李云龙还是新兵的时候,就和孔杰分在一个班里,两人自打入五那天起,就互相竞争,暗自较劲,一个不服一个,然而在一次战争中,李云龙却救了孔杰一命,孔杰又不想欠人情,尤其是自己的老对手李云龙 于是,孔杰便想吐了一根手指头来还李云龙的人情,最终被李云龙拦住了 之后,孔杰心里一直记着这事,等到后来两人关系逐渐好转时,李云龙觉得孔杰坐视一根筋,于是便有了孔二愣子这个称号 在孔杰担任独立团团长时,受到了山本的偷袭,整个独立团死伤大半,老总一气之下便将孔杰撤职了,让他去当马夫 李云龙听说之后便向上级苦苦求情,这才将孔杰留了下来 不过孔杰非得没有感激李云龙,反而拿起马刀要躲自己的手指,因为他不想欠李云龙的人情,这也说明孔杰固执的一面 后来当李云龙和田羽的婚姻出了问题时,孔杰为了阻止李云龙犯错误,不惜吕四和李云龙争吵 为了不让老战友掉入火坑,孔杰真的十分够义气,无论做什么事,只要是孔杰坚持他,就一定会将他完成 哪怕遇到再大的阻力也在所不惜,这也是孔杰令人佩服的一点